台電推動金龍協和電廠改建 把燃油改為燃氣 在下午進行線上環評審查 台電是提早在上午的時候 舉辦記者會 來說明填海造物面積再次縮小 對生態衝擊會降到最低 但石油環團就抨擊了 說台電所委託的海底生態調查 並沒有真正能反映現況 要求環民委員退回案件 最後委員依然是有很多問題 沒有獲得解答 要求台電補證再審 台電找來生態學者與專家 選在環評審查前 掀開記者會重申協和電廠改建的必要性 強調未來單靠和平電廠 無法穩定供應北北基儀的用電 四部燃油改 兩部燃氣機組 台電估算可減九成六空污 五成二碳排 為新建第四天然氣接收站 填海造物的面積也二度縮小 跟最初規劃相比只剩十四點五公頃 大砍一半 再加上東移可保留大海上跟潛堤區 珊瑚自然已經展現最大誠意 七號下午環保署舉行線上環評審查會議 而發起反四階地方公投的基隆市議員王省之回嗆台電 基隆人連立足的空間都沒有 保育團體更以影片反駁台電說 新填海造落地點珊瑚覆蓋率頂多六趴 但他們看到的卻是海底生態豐富 不信任臺電委託的調查結果 填海位置東移面積縮小 但有幾位環評委員認為珊瑚調查資料不清楚 也認為台電應先評估陸上新建四階的可能性 不行才往海上規劃 甚至有委員直言填海造路不是很好的方案 而東移是否為較優方案 需要揭露更詳細的珊瑚調查數字來佐證 記者們王德新台北報導